体内落有癌 三个信号快警惕起来 一般提到癌症 不少人都会露出惊恐的面容 癌症对于人们来说 是一种令人害怕的疾病 当身体出现了任何不适症状的时候 就应该及时赶往医院进行检查 比如以下这三种信号 也许是身体向你发出的癌症的求救信号 大家千万要留意 第一对于不明原因的销售 尤其是短时间内的销售 我们要留一百个信仰 因为这不是什么好事 像有些癌症到了中期和后期 就会像寄生虫一样疯狂的吸收 我们身体的大量的营养 这样的消耗就会导致体重急速的下降 第二持续的发低烧 肿瘤细胞在体内快速的增值 有一部分会坏死 而机体在分解这些坏死细胞的过程中 很有可能会出现发热 而肿瘤细胞也会分泌一些炎性因子 导致了机体的发热 所以如果你出现了长期的低热 治疗也不见效 那就要小心了 第三不明原因的黑便 一般的黑便可能是因为上消耗道的出血 或者是良性疾病引起来的 但也有可能是胃癌肝癌肠癌的出血所导致的 再排出食物药等因素以外 如果还总是出现黑便的情况 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就医 咱们中国有机苦话说的好 大一是胃病防化医未然 希望这几条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只要你细心观察 总是能发现癌症的蛛丝马迹 然后早介入早治疗 那么你就能活得更久更轻松